我变方是好大的 比如说刚刚刚那个女的 她是小孩子 都二十岁 她都要叫我奶奶 姑奶奶 她叫我姑奶奶 肉丝家是一个大家族 大大小小家起来 有一百多口人 到了非洲以后 一向内向的吴建云 倒是很快地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新女婿 肉丝的大哥瞒着肉丝 安排了一场欢迎仪式 音乐一响起 吴建云竟然第一个舞动了起来 跟记者和亲戚朋友们 跳了一场非洲广场舞 第二天越早 肉丝带着吴建云和孩子 在村里行逛 遇到了不少亲戚 她叫我奶奶 姑奶奶 姑奶奶 她叫我姑奶奶 那我们家还有一个 我哥哥小爷爷 就咱回来 就我们那个 那个也是我大伯的 村里 还有叫我姑姑 对 因为中国一样都讲北部 对 都讲北部 吴建云不会讲英语 更不会讲乌干达当地的语言 他跟亲戚朋友的交流 就是中文加笔话 效果还不错 对方基本能懂 但也闹过笑话 一家人吃团圆饭的时候 吴建云拿起饮料 想跟老丈人碰杯庆祝 结果老丈人误以为 吴建云给他喝饮料 把吴建云的饮料拿了过去 肉丝解释后 老丈人才明白过来 吴建云算是 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但儿子吴子安 还显得有点陌生 为了让儿子 能跟小孩子们玩到一块 肉丝把小孩子叫到了一起 你都在 他们两个都在一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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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们最近只成长 见了个这么多小孩在一起 对啊 都在闹 哎呦 哎呦 因为小孩子们都比较小还没上学也不会讲英语 而吴子安也只会说几个简单的单词交流自然成了问题 为了拉近距离 肉丝想了一个办法 你是不是给他们吃一下 你来一个 我帮你不够 你是全成无交流的 所以 教他们中文嘛 这是什么东西 糖 从中国带来的糖果分了一包又一包 把糖分完了 吴子安跟孩子们还是有点生疏 为了缓解尴尬 吴子安主动结交了两个新朋友 小子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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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只桥子 七的 那白的呢 白的是贝吉 像吗 不太像 小贝吉 那桥子呢 小吴子在里面 被你追掉了 找不到人